狼貓不是給他們倆兄妹就是 兄妹嗎? 倆姐弟 歡迎收聽 夫妻純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麗萍 嗨 哈囉 又到我們音樂人間觀察室的單元 對 好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到的是四度音 好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三度音對不對 三度音我們來複習一下 好 這是什麼 小三 好 小三會給你一種很悲傷的感覺嘛 然後大三是 小孩的 是小孩子的開心對不對 對 那現在呢我們要講到的四度音是這樣子的 你要仔細聽喔 你感覺怎麼樣 感覺沒有特別的感覺 如果你單聽一個音的話比較沒有感覺 因為其實你這樣子會不準 那我現在稍微彈幾個四度音組 就是一直連續彈 嗯 嗯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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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就是這樣子 對 它其實是有一點不帶七情六欲的感覺 就是很奇妙 很神聖的感覺 對很神聖 莊嚴 然後樹木 對 它有這種感覺 對那 但是如果我彈的音程啊 是用這個四度音 但是我彈的音階系統是用東方色彩的話 你聽聽看喔 好 好 好 我剛剛彈的全部都是四度 喔 這些都是四度 嗯 好 那其實 如果是你彈那個白鍵的話 就是全部都是白鍵的四度 就是所謂四度就是 全部都是走四個白鍵 對 那其實 在東方音樂中很適合用這個四度音 為什麼 對 因為其實東方你會感到 你會覺得有一種殘異 喔 其實東方的美學 就是不管是日本啊 還是中國 其實都是有一種 呃 簡化的美感 嗯哼 對然後呢 它跟人與人之間是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感 嗯 對就是 它不會過分的親密 也不會過分的疏遠 它就是在中間 它是強調一種就是 呃 重用之道 對 我還蠻喜歡這種人際關係的 嗯 對對對 可是就是比較淡一點 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覺 我最喜歡這種 對 那其實 如果我彈一些就是 大家很熟悉的一些 比較 中國 有一點東方色彩的 的民群 就可以聽得出來 這樣的感覺 就是譬如說 好這是什麼 小城故事 對小城故事 那小城故事 其實我剛剛 它雖然說也不是全部都是用濕度 但是濕度佔的比例很高 對 然後另外一首 羅大佑的海上花 嗯 有沒有聽過 有 好這首曲子 我相信就是 呃那個阿妹聽到一定會全身發抖 哦我知道 你要講他這件事嗎 對就是 就是他在武登獎 就是第一次第一階段被刷下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這首歌忘詞 他這首歌其實真的歌詞真的非常多 而且到後續也非常的讓人遺憾耶 對啊你說他爸爸過世 對啊就是他不是又再度的闖關嗎 對我知道 嗯 就是他他爸爸沒有看到他最後五度五關 嗯 對啊是很遺憾的事情 真的真的 對那這個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就是 欸我相信就是 四度的音聽起來就是 你聽起來是很典雅的感覺 對 但是他其實中間他藏了一些危險 什麼東西危險 好來我現在來彈一小段旋律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聽過 嗯 好 你有沒有聽過 嗯 這是什麼 神隱少女 對 好其實這個我說危險的感覺啊 其實是比較太強烈 但是其實你聽到這個音程的時候 嗯 其實你會覺得那個心裡面好像會刺痛一下的感覺 有有有 好他他其實是 他雖然說看起來是四度 因為他是 嗯 聽起來是 是 是這樣嘛對不對 對 他好像走四步 但是其實他不是完全四度 他是真四度 嗯 好我來示範 真四度是什麼 真加的真 真加的真 完全四度是 這叫完全四度 哦 對 那真四度就是增加一個半音 嗯哼 對 只要你在音樂中用了這個音程的話 他其實就會很緊張 嗯哼 嗯哼 對 好 那這個完全四度 上面完全四度 下面真四度 嗯哼 聽起來就是會有點緊張 嗯哼 那其實因為他這個電影啊 就是身體少女一開始 就是千尋 他一個人就是 好像眼神很換散 對 在坐著爸爸的車 其實他其實就是在講到那種 一種青少女 嗯 一種很無聊 嗯 然後有點像是青少女的那種 就是不知道為何而就是 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 為什麼要來到這世界上 對 就是一種空虛極聊的感覺 嗯 對 那但是呢如果 這個感覺你一直堆砌的話 其實他就會有更有緊張感 我來示範一小段 如果我全部都是彈那個 完全四度吧 把它一直堆上去哦 我再彈一次哦 來一起彈 好 你的感覺怎麼樣 有一種超人要來了 這感覺 對 他有一種敘事待發 然後好像有一個很強的張力 在那邊對不對 其實他有點像是我覺得 我自己的解讀啦 就是當你很空虛的 你空虛的感覺如果是 只是維持到三個音 這樣的話感覺就只是 自己在自己的世界 在寂寞 但是當你一直在往上堆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寂寞快要爆炸了 你自己心裡面好像有一種 很難去宣洩的那種 憤怒 或者是一種 就是急遇想要改變的那種 就是血氣風高 對 其實如果是我要寫一個 青少年的感覺 就是那種青少年它是 帶著就是一種 它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快樂或者是開心 他就是想要表達些什麼 對 我就會用這個陰沉的感覺 對 那其實神隱少女它這個片頭 它就會有給你 它有一種 它 它在那個 那一年夏天 它的心情 就是 好像什麼事都提不起近的那種感覺 對 它其實描寫得非常的生動 對 但是後來它的旋律進來之後 就變得比較柔和了 但是它還是有一點點那個 那個四度音的音程 譬如說 那個 這就是 然後 對 好 這樣子的音程就會 它一直在暗示著 這樣 這個少女的心境 的感覺 有點忐忑不安嗎 對 對 那其實九十讓啊 就是神隱少女的作曲家 就是 它是一個非常會寫完全四度的曲子 嗯 一個作曲家 其實你如果常常聽它的曲子 它很喜歡寫這樣 對 我覺得它的曲子很多都蠻類似的曲子 對 它有一種 一種東方的摺絲在裡面 嗯 對 那 呃就是 我想要就是訪問你一下 就是你 我終於有話可以講是不是 我剛剛一直在 嗯嗯 快要十分鐘 哈哈 你好大聲 你後來變很大聲 好對 因為其實這個 這一集其實 坦白說 是比較成人一點 因為其實 就是我等一下有可能 就會不見這樣子 那就不要太介意 我等一下就上個廁所喝多水 沒人知道 哈哈 就是那個 就是你在青少女時期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 你覺得很 現在想起來覺得非常非常 空靈 然後不知所云的一些怪事 寫日記吧 就是大家 大家應該都寫過日記吧 就是寫著今天的一些 無聊所事啊 然後看到隔壁班喜歡的男生啊 他跟我說了些什麼啊 然後就寫了這樣子 聊聊草草的很多本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 覺得那好像是黑歷史 把它集結成色一樣 就是都不敢打開 但你知道嗎 你後來就是有大掃除 對 就是你有把它清出來 想要丟掉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我因為我對你太好奇了 所以我 我有 我有留幾本 你沒有丟 有幾本我沒有丟 真的假的 就像是 你 你會把那個以前 社團的康樂本 留下來的心情一樣 就是 講康樂本沒人聽得懂啦 留言本 對 就是我們以前 合唱團就是大家就喜歡在那邊 就是 就是 你會覺得這集節目到現在才 就是活過來 醒過來 沒有錯 我們的性質怎麼跑不見了 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坦白說 我只要一講到音樂的事情 我就會變成異常嚴肅 那你就是自己單口不就好 那你就是自己單口不就好 我等著等到一點半快兩點了 對不起 好啦好啦 那 就是 你這些事情 我能了解 就是其實 以前就是那種紀錄 然後其實是一種很蒼白的心情 其實你不太想要彈開來看 對 但是為什麼你要留下那些 我不懂啊 因為我覺得 凡走過就必留下痕跡 可是我不想留下呀 沒有 即使它不是很光彩 或者它不是你想要回顧 其實它留下來其實就會有一個意義在 嗯 就是等於 你不知道你未來老的時候 你會不會忽然想看 不會 或者是你的子孫想看 不會 不能給他們看 哈哈哈 我說 媽媽其實留的東西也不多 這個你一定要好好珍藏 我不會真的 我不會像你什麼那個軍中日記 在那邊留一大堆這樣子 什麼週記喔 高中週記這樣一大堆 還給我看 我對於就是 紀錄的東西很難割捨 就是 因為我受到我的那個 有一個主持人的前輩影響 就是他就有一句名言 就是說沒有紀錄就沒有發聲 嗯哼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就是影響我很多 是 對 好 那我剛才有說到就是 真視度跟視度嘛 其實這個你如果可以交叉使用的話 就其實非常非常適合寫 就是那種 那種我剛才說的那種心情 嗯哼 哪一種心情 就是就是有一點就是 嗯 有點距離感的 對 他不是開心也不是悲傷 他就是介於中間 嗯哼 就是疏離感 嗯哼 我覺得他是一種疏離 對 但是我覺得 就是像我們節目上一再講的就是 所有事情都有兩面 嗯 他就是如果你是用到好的一面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種對人之間就是有一種 尊敬 嗯 就是會帶有一種對人不會很侵犯的那種感覺 嗯哼 所以就是東方的色彩 嗯哼 東方的色彩其實就很典雅 嗯哼 對因為那個典雅是 他有一點距離美 好哼 對 就是如果是你在彈那個一些 一些曲目 如果你可以用這個 音程的話 其實就會有那種感覺 那我現在再來彈一首 九十張很經典的一首曲子 他是 也是龍毛 就是跟上次一樣也是龍毛 但是他是在講大自然的 大自然的 對因為如果龍貓 龍貓的旋律 如果是主題曲的旋律 是在講兜兜龍這個可愛的角色 嗯哼 那我覺得這首叫做風的通道 嗯哼 這首曲子比較像是在寫大樹 或者是森林 嗯哼 或者是那種就是 自然 對自然就是 那個自然是 所謂就是日本人心中那個很神聖的 莊嚴的 嗯哼 那種存在 因為很多應該是 在他們的文化裡面應該就是很多的 樹啊 或是一些植物 有靈的 對 都是精靈 對 他是一種萬物有靈論 對對對 好那我彈一段喔 他前面的那個主旋律 其實就是用四度音 對 好玩樂 走到心裡 是 有靈的 有靈的 有靈體 的 这首曲子 相信很多听众都有听过 这首是很经典的一首 在描写自然的一首曲 真的有自然精灵出现的感觉 我以前小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首曲子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乡愁 我觉得东方人很喜欢听这样子的音乐 就是它会带你来到一种很宁静 很神圣庄严的空间 就是譬如说是一个河市啊 或者是一个很寂静的一个庭园 然后森林草木 就是会感觉到那种心里会静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四度因好的一面 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大自然 其实它是一个很中性的 它其实是你 它同时是很美的 但是它另外一面是很凶暴的 因为它对人其实没有感情 对 譬如说风你觉得很舒服 可是它当它发展成台风的时候 它就会不留情的 所有东西都吹垮 对 然后海也是 它表面上很平静 但是它如果是变成了海啸 对 你就会觉得很恐怖 就会吞噬一切 对 所以这个就跟四度的那种 二元性很像 它其实它不带情感 对 但是你还是会很喜欢听 因为你会很喜欢清静大自然 是因为你可以在中间找到自己的那种 好像跟它的保持一点点距离 然后那个回到最自然 最原始的关系 对 这就是我对于四度的感觉 好 但是另外一部电影呢 就是另外一个日本的作曲家 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叫做《版本荣仪》 对 《版本荣仪》它也很会用四度写 写音乐 但是它的音乐呢 其实跟《九十档》有点不一样的是 它比较不是那么重视旋律性 对 它其实 它比较发展的其实就是一种氛围 然后或者是一种 一种就是一直重复 可以用冷静来形容吗 对 它更有残意 对 它其实很多边 它其实它不只是用钢琴来描写 它也很会用电子音乐 对 它比《九十档》的风格更多样 对 但是如果你讲到动听的旋律的话 一般人会比较熟悉《九十档》 对 但是 当你年纪越长 其实你会越来越喜欢《版本荣仪》的曲子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就一直在重复重复 然后那个和弦一直重复 然后 但是你会一直不断 就我觉得很耐听 嗯 你在听的过程中你就会开始自己配上自己的旋律 嗯 对 好那我现在要谈一段就是它很经典的一首 最经典的一首 叫做 嗯 它的 这个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它这个电影是日本的一个导演叫《大导主》 嗯 它做的 《俘虏》 嗯 好 《俘虏》这首 这个作品它有很多名称 像日本的话 它的那个日文的名称叫做《战场上的圣诞快乐》 嗯 或者是 《圣诞快乐 Mr. Lawrence》 嗯 对 那在中文的翻译就是《俘虏》 然后它这首曲子 它同时也有一个英文的歌词版的 它那个英文歌名叫做《Forbidden colors》 就是禁忌的颜色 嗯 因为为什么叫禁忌的颜色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有在反映统治 哦 对 就是它在讲到那个 一个日本军官跟一个战俘之间 它有一点奇妙的情愫 哦 对 但是它其实是有很很大的人文关怀 嗯 对就是 会让你会思考说 东西方的这样子的情节 就是在日本 日本那时候发起的那个二次世界大战 对 对 然后其实 如果它们两个人并不是在这样的场合的话 也许它们是会发展成 爱情的关系 情侶关系 对 但是它 它其实有很大的反战的一个意念 嗯哼 对 好 其实 对 其实 我会 等一下会讲到说 为什么它会用这样子的旋律来写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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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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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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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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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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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對,可是他這種曲子就不斷讓我們去反思 到底我們要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戰爭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有些戰爭他可能帶來了某些改變 嗯,確實 對,就是掠奪啊 或者是你看就是地理大發現 就是也促成了那個文化的交流 或是要推翻某個政府 對,革命 他其實是他一直就是不可能避免的事情 對,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 盡量把這個傷害減到最低 對,那其實我覺得這兩個作曲家 就是《九時藏》跟《白門龍魚》 他們不約而同的選擇用四度來詮釋出一個自然 一個戰爭 其實他很有生意 對,而且但是我覺得他們是有關聯的 像龍貓啊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就是螢幕喔 就是在這首曲子 他有出現在一個螢幕鏡頭裡面 就是那個 那個龍貓不是給他們兩兄妹就是 兄妹嗎 兩姐弟 對 對不起,我一直把他想成一個是 那個賽車 嗯,姐妹啦 對,姐妹 他給他們兩姐妹就是橡樹種子嘛 然後他們就晚上就把它種在那個土裡面 嗯,結果後來他們半夜的時候就看到那個龍貓在把它那種就是生長出來的那一幕 對,然後他們就是 呃,姐妹 就去參與就是一起這樣子把那個種子拉起來 結果後來有一幕非常感動就是 龍貓就用一個神力就是把那個樹這樣非常非常快速的生長 就是他就是用那種就是非常非常快速的鏡頭 讓那個整個樹立刻長成大樹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對於這一幕有印象 有有,我看過 對,那其實小時候我看的時候我就是覺得很感動 就是會覺得有一種自然的原始生命力 嗯,就是其實樹它就是一個生命 雖然我們看不出來它長大的樣子 但是當你把時間放快的話 嗯,你會發現樹它是非常非常有生命力 對,它不斷的在抽高 對 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它有一幕就是那個樹的那個,那個葉子這樣子 不斷的往上,像雲一樣在蓬勃發展的那一幕 就是很,很,很巨大的土圓形 對,很巨大的那個樹的樹印 它不斷的在成長 它那一幕我覺得它一定有一個含義 是什麼 我覺得它是在,在對比著那個 投到廣島的那一顆原子彈 或者是投到長期的那顆原子彈 的殉狀雲 的殉狀雲 對,殉狀雲 因為它太像了 嗯,而且它是綠色的 然後那個在,在月光下其實它有點暗 哦 那個,那個非常非常像雲的樣子 那個,那個就是殉狀雲的樣子 然後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我真的很震撼 嗯,就是我長大之後我再,我在看 然後我想像到那個畫面 就是有可能會有這樣的關聯性 對,然後我,因為其實宮崎駿的背景 如果你去瞭解它就是 其實它對於二戰一直都是非常愧疚的 嗯,因為它的爸爸是在做 就是其實是一些機械的東西 嗯,然後其實它有間接的去幫助到 幫助到 作戰,就是日本人作戰 對,那其實它這個是一種它的原罪 對,所以它一直不斷地後來在它的作品上一直提醒反戰 嗯 然後回到自然 嗯 對,然後其實在龍貓這部電影中 它其實這一幕就是它 我相信它一定有在去象徵著就是 呼喚和平 對,呼喚和平用自然 嗯,對,用樹去 撫平在日本的這個國土上曾經造成的傷痛 那當然就是 其實不能說是只有日本的傷痛 應該是全人類的傷痛 就是 呃,當時日本侵略了亞洲各國 包括我們台灣 嗯,其實 這些事情看似都是 我們可以非常非常 就是直接地說是誰對誰錯 但是其實戰爭不是這麼簡單的 對 它一定是有很多歷史的因緣 嗯,對 一些後果導致的 嗯,對 它其實是一個很中立的 所以這這部片 當我發現了這一件事情 就是這首曲子跟就是那個 版本容易大導組的這個 俘虜這部片 它居然有這樣的關聯性 就是戰爭跟自然 嗯,對 然後我就發現了這兩首曲子 在四度的這個和弦上面 它其實可以完全完美的結合 哦,對 它可以同時彈奏 它可以幾乎 我不能說完全 但是它其實有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高度的相似性 嗯,嗯,嗯 我不知道這兩個作曲家是不是 真的有 有約好是不是 或者是它有參考 就是因為其實應該來說 相對方致敬 誰寫呢 呃,其實是版本容易寫的 版本容易這部電影是1982年 還是81年 反正就是那個差不多那個時間 然後龍貓是1988年 嗯,對 即使 其實他們只是不約而同 但是我覺得 那個音樂的世界觀其實是相同的 嗯,因為其實他們兩個都是日本人 都是東方人 然後他們其實都是關心著 日本在世界上的定位 嗯,嗯 就是他譬如說 呃,93也有在做 就是廣島的那個紀念 嗯,嗯 就是他們的紀念音樂會 嗯,嗯 他也有特別為這個寫安魂曲 哦,對,我相信他們都是 他們不是日本的音樂家 他們是世界音樂家 哇,這句話很棒 對,所以說我相信 我們每個人生活在這個地球上 我們都有一個責任去用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 譬如說音樂 或者是什麼都好 我們應該要去 讓這個世界更和平 嗯 對,這是我覺得我們 最重要的使命 是 好,那我最後呢 我就來帶來這個 我,其實現在我們就是 會把這個節目切斷 然後我事後錄音 因為這個是必須要是 我跟他播剛剛的內容曲子 我在上面彈的 嗯哼,對 所以你要重新再錄音軌 疊在上面 對,然後我把這首曲就稱為 龍貓上戰場 或者是戰場上的龍貓 戰場上的大樹 反正什麼都好 就是你想像 可以把這兩者結合的 是 對,那我希望 大家在 其實今天我們播出 隔天其實就是國情日 哦,對 剛好 我覺得國情日也是可以 在我們去反思 就是我們對於這片土地的觀念 我希望他們不要再用那個 在那邊打擾我們了 哦,軍機繞海嘛 不談政治 對,反正就是 對,我希望 我們世界真的是 每個人都是 都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嗯 對,然後多去找回 就是我們跟自然的關係 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我相信那些東西都可以去 用一些方式去米平的 嗯哼 傷痛是可以米平的 ok 不要忘記歷史 嗯,對 好,那我們就來到這邊嗎 好,對 ok 好,那晚安了 好,祝福大家 世界和平 一切平安 好,晚安,bye 拜拜 好,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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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